冷静观人 理智处事 要用冷静的眼光去观察他人的行为 要用冷静的耳朵去细听他人的言语 要用冷静的心情去处理事故 要用冷静的头脑去思考事必 量宽浮厚 气小路薄 人人心地宽舒 便浮厚而庆长 事事成个宽舒气象 比肤念头破促 便路薄而泽短 事事得个破促规模 心地仁慈博爱的人 由于胸怀辽阔舒畅 所以才能享受长久的福分 这是因为事事都采取宽宏气度的缘故 反之心胸狭窄的人 由于眼光短浅 以致所得到的利路都是短暂的 这是因为凡事都只顾眼前的缘故 恶不可及救 善不可及亲 闻恶不可救恶 恐为禅夫泄怒 闻善不可及亲 恐引奸人尽身 听到人家有过错或做了坏事 不要马上就起厌恶之心理 必须经过自己一番冷静的观察 判断一下传话的人 是否有无限泄愤的意图 听到某人有善行做了好事 也不要立刻就相信而亲近他 必须经过自己一番冷静的观察 以免被那些奸人作为谋官的手段 造性愤世 和平搅扶 性造新粗者 仪式无成 性和弃平者 摆扶自己 性情急躁 粗心大意的人 做什么事都不容易成功 性情温和 心绪平静的人 由于做事考虑周到而容易成功 所以各种福分也就自然到来 酷则失善人 烂则招恶友 用人不宜克 克则失笑者去 交友不宜烂 烂则供与者来 用人要宽厚而不可太刻薄 因为用人如果太刻薄 即使想要为你效力的人 也由于受不了你的刻薄而设法离去 交友要选择而不可太腐烂 因为交友如果太腐烂 那些善于逢迎谄媚的人 就会设法接近你 来到你的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